嗨 歡迎收看理由在友中我叫マホンジュ皆さん コンニシワ 今天我們學習一下關於是自己介紹一些事情的時候比較方便的單詞 這次介紹是有五個 一個是 斥理 斥理 第二が 気候 気候 歴史 歴史 文化 文化 産業 産業 這五個 斥理 気候 歴史 文化 産業 這一個我們一起可以學習的 那斥理 気候 歴史 文化 産業 如果要介紹的話 可以比較客氣的說法是 斥理を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斥理を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什麼什麼 を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紹介 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請讓我介紹一下 這樣的感覺 北京的話當然是北京の気候 北京の気候 を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將來可以介紹的時候 先用這個詞來 那我來 請讓我介紹一下吧 這個時候可以比較方便的開頭詞 當然是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是稍微客氣的 尊敬語的感覺 所以 紹介します也可以 直接說紹介します 地理を紹介します 気候を紹介します 歴史を紹介します 文化を紹介します 産業を紹介します 都市什麼什麼を紹介します 這個來 就是介紹的話 可能 就是 聽到的人 就已經放心了 他可能開始 介紹這些了 這個先說的話 可能後面你說的日本語有點不對的話 也可能比較OK的 因為已經 起碼知道 你想說的事情是 對方已經知道了 對 所以這個是非常方便有用的一個開頭詞 好 那今天差不多就到這了 皆さん お疲れ様でした